儿子带56岁精神病母亲找家,没想到年迈父母竟都在人世,见到双亲,母亲更是突然清醒,当场下跪,感染了在场无数人。 这是怎么回事?男子名叫李心苑,就像他的名字一样,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,那就是帮自己的母亲找家。 李心苑的母亲名叫陈君,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,情况非常严重。 有时候发起风来,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敢打,可在李心苑的眼里,母亲虽然精神不太正常,但她却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,而且母亲比很多人都有文化,不仅认识很多字。 还会读英语,看得出来,母亲以前肯定出生在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中,可她为什么会患上这么严重的精神疾病?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?她的身上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,怨恨母亲。 李心苑来自山东几名,别看现在的她事业有成,是一名代课老师,但以前的李心苑却经历了无数人都难以想象的事情。 李心苑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,父亲是朴实的农民,每天都忙着工作挣钱养家,根本没有时间管她。 而她的母亲又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,情况相对还是比较严重的。 据李心苑讲,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,就因为母亲犯病,差点把她送到西方世界,如果不是邻居及时发现就吓了她,现在就不可能有她。 而且,从她既是起,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。 每次放学回家,别的同学都有父母接送,唯独李心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,哪怕是刮风下雨。 李心苑都没有见到过母亲来接她的身影,而父亲忙于工作,更不可能去接她。 所以,从那个时候起,李心苑就对母亲充满了怨恨,她不愿意和母亲多说一句话,甚至有些嫌弃母亲还经常到父亲身边抱怨。 看着儿子这样,父亲也是无可奈何,但他每次都会劝儿子,让儿子多理解一下母亲。 可不管怎么劝,李心苑对母亲就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恨意,还经常指责父亲,你怎么给我找了这样一个妈? 儿子的抱怨让父亲也感到很心酸,但当时他并没有打算告诉儿子真相,母亲的身世,但后来,眼看儿子对母亲越来越反感,父亲也很是心疼, 所以才告诉给了儿子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原来,母亲竟然是父亲捡回来的,听到这话的李心苑感到很不可思议。 他急忙追问父亲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随后,父亲才讲出了母亲的身世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父亲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。 一天,父亲倒来到集市上买东西,意外遇见了一个被人追着打的女人,见那个女人可怜,父亲便就吓了她,可没想到。 这一旧,居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 救下女人之后,父亲意外发现女人的精神居然有问题,虽然能说出自己的名字是陈军,但他根本说不出来自己的家在哪里,家里人都叫什么。 无奈之下,父亲就将母亲带到了公安局,但在警察的面前,陈军显得更加的恐惧,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 看着这个场景,警察也无可奈何,只好让父亲先离开,可没想到,父亲离开之后,陈军居然一直跟在他的身后,不管他去哪,陈军就走到哪,一开始,父亲不想和他有什么牵连。 所以并没有打算理他,但陈军像是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样,一直跟着,无奈之下,父亲才将陈军带回了家。 巧的是,彼时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困,并没有娶妻生子,所以陈军就这样住在了他家。 父亲当时也是心疼陈军,所以暂前带陈军去看了病,看过病后,陈军的情况才终于好了一点,但他还是说不出自己家的具体位置,所以他只能先待在父亲家。 后来,在慢慢的相处中,两人也产生了感情,就这样顺理成章在一起了。 没多久,李心愿就出生了,本以为儿子的出生会让陈军有所改变。 没想到他的病情竟没有任何好转,而是时好时坏,犯病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六亲不认,所以才会对亲生儿子那么狠,得知真相,心疼母亲。 得知Aly母亲的身世之后,李心愿惊讶不已,她开始试着心疼母亲,但要让她彻底接受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做母亲,还是很艰难的,直到一件事的发生,才彻底扭转了她的想法。 记得那是在初二的时候,李心愿因为成绩下滑,导致压力非常大,所以就产生了退学的想法。 可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给父亲之后,父亲气不打一出来。 直言,你不上学怎么办,我们全家都指望着你,母亲也指望着你带她找家。 听着父亲的话,李心愿并没有被触动,依旧想要辍学,这可把父亲气得不行,说着就要打她,可就在这个时候,母亲突然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,咿咿呀呀的喊着,别,别打心愿。 母亲的话行为让李心愿和父亲大为震惊,特别是李心愿在这个时候,才感觉到原来母亲竟深深地爱着她。 这一刻,李心愿像是打通了认读二脉一样,也跪下来求父亲,称她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。 从这之后,李心愿真的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,对母亲也有了极大的改观。 此时,李心愿才发现,原来自己的母亲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,她不仅认识很多字,还认识英语,这让李心愿觉得母亲以前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家的孩子。 帮助母亲找家,不仅如此,李心愿还发现母亲在清醒的时候,居然会偷偷想家,还会躲起来痛哭。 记得有一次,李心愿发现母亲又偷偷在屋里痛哭,李心愿赶忙上去安慰,没想到,母亲这个时候竟然清楚地说出了父母的名字。 李心愿当时就很震惊,但震惊之余,她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帮母亲找到亲生父母。 自从有了帮母亲找家的想法之后,李心愿就开始四处打听消息,但因为母亲患病的原因,她说出的名字,李心愿也不敢确定真实性,所以只能依靠网络寻求线索。 令她惊喜的是,没多久,竟然真的有一个阿姨联系上了她,称李心愿的母亲和她的姐姐很像,当时李心愿就很激动,她立刻带着母亲来到了四川,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,母亲果然有了反应。 李心愿还惊奇地发现,母亲居然能听懂四川方言,还认识很多这里才有的东西,这让李心愿很是高兴,然而,在四川找了很久,李心愿并没有打听到母亲。 老家的消息,而这个时候,李心愿还要准备考大学,所以就暂停了这件事,值得高兴的是,凭借自己的努力,李心愿真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 并且还勤工俭学,自己给自己交学费和生活费,基本上没再问父亲要过钱,而且,李心愿还用自己赚到的低桶金给母亲买了一双新鞋,可把母亲高兴坏了,一家人就这样平淡地生活着。 不过,李心愿并没有忘记帮母亲找家的事情,大学一毕业,李心愿就再次踏上了为母亲找家的路。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,李心愿也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网络上,而此时她看到了央视等着我的节目,看到很多人都在这个节目上团圆,李心愿便决定也带母亲来试试。 而节目组在得知艾未李心愿和母亲的事情之后,也很是感动,并且根据李心愿提供的线索,展开了积极的寻找。 惊喜的是,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母亲口中所说的父母,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和父母名字很像的人,那么他们会是陈军的父母吗? 终于团聚,母亲当场下跪,很快希望之门打开,而门对面真的出现了两个年迈的老人,没错,他们就是陈军的亲生父母。 看到亲生父母出现的时候,陈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父母,李心愿也有些不敢相信。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,直到两位老人走到他们面前,主持人说出他们的身份,李心愿才相信,眼泪也瞬间夺眶而出,抱着外公外婆崩溃大哭。 出人意料的是,当母亲看到这一幕后,虽然没有流下眼泪,但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 突然一下就跪在了父母的面前,很明显,陈军认出了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,这一刻或许只有下跪才能表达出他的心情。 看到女儿跪下,老母亲很是心疼,而这个时候,陈军的身世才彻底被揭晓。 原来,陈军并不叫陈军,而是叫陈静,他的确出生在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,家里有四个姐妹,他排行老二,原本,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 没想到,就在上中学的时候,因为和同学发生了一些矛盾,刺激之下,他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,经常一个人跑出去。 不过,起初每次出去,陈军都会自己回来,可1987年,他又一次跑了出去,而这次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自从陈军不见了之后,全家人都着急得不得了,到处寻找,却始终没有找到陈军,之后的很长时间里,他们也没有放弃寻找,只是依然没有结果。 没想到,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,不过,索性如今他们一家人已经团聚,而且父母还都在世,可唯一遗憾的是,因为年级大,陈军的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,已经无法和女儿交流了。 但能够团聚也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